當大筆錢力埋伏在住家內 等到求訊女子拿出現金50萬元 要準備交付自稱是外派專員時 瞬間現身一擁而上 成功將詐騙集團車手壓制 加油 聽到 賣聽黨 投機 原理抖掉一名求訊女子之前在網路上 看到股票投資廣告連結 沒有多想要加入投資理財的LINE群組 裡頭有多名自稱是投資專家 陸續向她介紹投資標的 表示可以代替她操作股票投資 當時也沒有多想要投入大筆金額 賬面上也如期出現高獲利 等到想要了結出金時 對方卻又要求要保證金 女子這個時候才驚覺是碰到詐騙集團 趕緊報警處理 最後答應對方的要求 準備50萬元現金 同時聯手警方埋伏 成功將車手當場逮捕 全案訓後依侵法詐欺罪 移送雲林地檢署偵辦 將持續向上追查源頭 避免再有更多人受害